穆天成生于上海,在香港长大,20世纪60年代移居美国, 曾担任美国劳工部副部长级财务总长,财政部总审计长等, 是历任美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华裔美国人之一。 他目前担任康道国际咨询公司总裁。 尽管已经移居美国50余年,穆天成对于香港还是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几十年来,他一直关注香港的发展变化。 近日,穆天成在美国华盛顿接受了中兴社记者的专访。 对于香港当前出现的混乱局面,穆天成感到不解和伤心。 穆天成说,在他生活在香港的时候,香港还处在英国殖民时期。 当时在香港,英国白人是上等人,香港人是二等公民。 在香港的一些区域只有白人可以居住,一些场所只有白人可以出入。 在那个时期,香港人没有话语权,更无民主可言。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which is now the CEO, was appointed by the queen. She didn't call up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say, Would you like this guy to be your governor? That guy just showed up in funny outfit with a bird feather. I don't know if they wear this bird feather head. And showed up and say, I'm your leader. And we all obey. Nobody say, who are you? They know they have no say.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Right? And also, I think the people have been conditioned to accept it. 在墨天成看来 香港自1997年回归中国后 有很多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和改善 一国两制非常适合香港 墨天成认为 香港市民如今可以在街上游行 也是自由的体现 他尊重市民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游行的权利 但是当游行演变成毁坏公共财物 攻击执法人员等暴力行为时 就已经构成犯罪 对于香港警方的处理方式 墨天成表示高度赞赏 在被问及该事件对香港经济影响时 墨天成表示 如果香港的混乱持续下去 将会严重影响香港经济 包括旅游业 金融业等众多行业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8月20日表示 香港经济已经出现了下行风险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最新公布的数据 也印证了这一点 墨天成表示 他希望香港政府可以通过法律手段 和有效沟通 尽快结束当前混乱局面 恢复秩序 恢复那个有着热闹夜市 和可以在凌晨两点钟 吃到夜宵的温暖的香港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